优步堪称是穿梭英国伦敦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但从下个月开始 街道上可能再也不会看到优步私家车 因为伦敦交通局星期五以优步服务不符合规格为由 决定不再更新这家公司的营运执照 这也意味着目前的执照在9月30号到期后 优步就必须退出伦敦的造车服务市场 估计有4万名优步司机饭碗不保 优步公司已经表明将会向法庭提出上诉 而有关当局也批准在上诉有结果前 优步司机依然可以如常做生意 目前伦敦有大约350万人使用优步服务 政府禁止优步的措施出台后 民众普遍存在两极化反应 平常仰赖优步的民众当然觉得便宜实惠 但为生意不景气的低势 打抱不平的民众自然持有对立看法 当 Uber came out I was like, oh ok, it's obviously not as cheap as getting the train 但我仍然觉得我还不太费 我仍然觉得我仍然可以帮一个超级的数量 我仍然可以买一个Nanuba 一时一时 如果有两个人 我们可能会费20磅 不然在黑车 你去到澳大陆 会比较多 我认为这些真正的 因为黑车的车 都必须做了所有的研究 他们必须知道哪里 他们必须做的 他们必须知道哪里 而其他人都可以直接进行 进行车里 目前为止又不已经退出了包括丹麦和匈牙利在内的多个国家市场 而在美国等也是官司产生